哈喽我是小伟 哈喽我是赛斯达 我们现在在老窝的首都万象啊 今天舅舅和舅妈准备离开万象了 11点钟的车票 现在他们已经收拾好东西了 丈母娘过来开这车子 准备送他们去高铁站啊 现在我也出门了 赛斯达送他我就骑着摩托车出门了 他们现在准备去送舅舅舅妈 我准备去工地上看一看 看他们有没有开工 刚才赛斯达也让我去那个火车站啊 他等一下也要跟着去工地 舅舅拜拜 他们娘开车的速度太快了啊 我刚才给赛斯达打了一个电话 舅舅已经进入高铁站了 我就不用过去了啊 我在回来的路上等他们 因为丈母娘要去给妹妹去报名啊 9月1号开学了 和中国的开学时间也是一样的 赛斯达想跟着我去工地上看一看 我等一下就在这边他们回来的路上等他吧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工地这里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工地上面 有些公园但是只有一个在垂木板啊 其余的在这里中午在休息啊 赛斯达今天他们会拿那个车子过来到水泥吗 快 最快12点最慢1点 最快12点最慢1点钟 他们就拿水泥过来 今天大多数时间就待在工地上面了 赛斯达也想过来看一看啊 今天天气那么悦 打一把伞也温度还是很高的 今天吃饭多你洗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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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里面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下面都钉了一些干筋啊 钉了这么厚的干筋 看到没 前几天有大家提示我的 提示我的下面钉砖头 看到没 下面已经钉砖头了 钉砖头 所以有时候 大家提示的他们都能够注意到啊 只是当时还没有做 都已经钉砖头了 看到没 钉砖头 钉砖头 隔一定的距离就会钉一块砖头啊 这样就和中国建房子建地基的标准是一样的了 现在已经是中午11点多钟了 他们很快就要休息了 非常期待下午他们开始倒水泥啊 现在包工头和设计师都过来了啊 早上 这个我也顾得 非常好啊 嗯可以 刚才设计师也说可以啊 他早晨过来在这里看下这些木板板的结不结实 正在警察防止倒水泥的时候出问题啊 现在已经是早晨时间11点半钟了 工人在这里一些细节已经做完了 他们现在准备去吃中午饭 现在这些工人已经就地开始吃饭了 这应该是包工头给他们的工资 包括了吃饭吧 再给大家看一下 之前大家一直问我有没有那个震动办 这个就是震动办搅拌水泥的 现在的话我和赛苏达回家里去休息会 中午太月了 下午车子过来的时候我们再过来 中午我们回到家里休息了一会 身上一件红色的衣服全部湿透了 还没有干 又换了一件衣服 刚才赛苏达收到了包工头的消息 他发了一张图片过来 就有车子正在灌水泥 现在我准备出门了 外面的太阳温度太大了 赛苏达他在休息我就不喊他了 现在我准备出发 现在是下午时间一点多钟 外面太阳还是比较大的 一半太阳一半一天 我现在来到了工地附近的一个小卖部 而这边还是和以前一样 拿一大瓶矿泉水 一大瓶可乐矿泉水我自己喝吧 再拿点冰块 今天来的比较早 一大瓶矿泉水够用了 一小瓶还是不够用的 这边还有冰块 再拿五个杯子吧 看到这一幕非常激动 车子过来了 直接生了一根很长的水泥管 下去倒水泥 现在我准备把他们的水汲上去 给那些师傅们喝 看一下 弟弟的表面开始倒水泥了 已经倒了一半了 小白的一盒给南 来 我的一瓶水 这个 这个米 辛苦了 去工地山去看一看 这道的速度非常大 工作的人特别多 一般有三个六个七个 七个人在干活 包工头 大包工和小包工都在这里 在京都工地的信长 一来到工地信长 不足两分钟 看水直流 特别热 今天特别热 适合到这个地基 倒完之后就凝固了 非常好 大家看到没有 舅舅过来了 安玩 你好 你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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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过来了 今天他也没有工作 过来看这个了 舅舅刚才一来到这里 发现这个干净网 下面的砖头已经陷下去了 他重新换那个位置 把干净定高一点 刚才工地上面这个水泥浇灌了一半 浇灌了一大半 这个车子没有水泥了 等了一会儿 现在车子又已经把水泥搅拌好了 现在管口已经摸过来了 继续浇灌 半个小时左右 剩下的另一半就已经可以做好了 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总共用时不到两个小时 现在水泥搅拌车已经过来了 他直接送到这个管道里面 然后从管道里面抽到这个地基上面来 看一下 由于刚才等待的时间有点长 这里的水泥快干了 然后建筑公园再给这个水泥试水 现在正在开始浇灌了 管子已经开始动了 现在已经倒过来了 这个速度特别快 20分钟出地就可以搞定了 现在这里的师傅在这里浇水 平平地在灌水泥 这边灌好水泥的地方 正在给它抹平了 这个速度非常快 大概10分钟不到 就只剩下外面一点点了 这边有包工头 再给旁边的木板加过 还有其他的工人 正在敲木板 弹子多余的水泥流出来 这里也有个负责人在指挥 他们把弄好的那个水泥地瓶 又加了一些水泥过来 这边已经开始给那个地面撒水了 因为那边又要给水泥找瓶 固定一下继续浇停水 他们这边很多注意事项都已经注意到了 老丈人现在过来了 打扮得非常帅气 OK了 这里非常好了 还有勤运的赛苏导和妹妹也过来了 赛苏导现在过来了 有没有来太想念吗 你的人水泥清掌了 有人太想念你 现在丈母娘也已经过来了 赛苏导 妹妹 舅舅 还有老丈人在前面看 现在一家人都已经过来了 他们非常开心 看到这个地鸡做的特别好 这个OK不 你来不 特别非常好 非常好 现在水泥浇灌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二根柱子已经收回去了 刚才第二车这个水泥没有用完了 然后他们用在这个旁边 用在这个路上 这个门口也要一点点啊 拉丁角落里要多一点点 老丈人在这里不会啊 那时候门口那情面也要一点点 老丈人开始干活了啊 再把前面一个大坑停一些水泥进去 老丈人开始浇水了 把这个地面上浇湿 再把水泥测上去 现在已经把这个管口堵住了啊 已经收工了 车子 车子现在已经走了 这个地停连浇布 差不多就正式结束了 这里还有一些工人在上面 这个地面 现在车子又过来了啊 在那个里面还有一些水泥没有空管 早上倒在这里了 还有很多多余的水泥都空在这个路上 到时候门口的路就好很多了 现在车子已经把最后一点点水泥空掉了啊 他们在给这个水泥车洗车 把一些沙子清洗出来 刚好放在这里 老丈人在这里开始干活 现在下起了大暴雨啊 这个啥情况下大暴雨了 你没有吃饭 我带这个给你吃 你看见我没吃饭 这个有没问题啊 下大暴雨了 太尴尬了 这个 现在雨越下越大了啊 给大家看一下 应该只有表面会损坏一些吧 里面不会损坏 这个雨只下了20分钟左右 现在就已经停了 这边一堆水泥已经变成这样子了 咱们再去看工地上面的 帅母娘和老丈人在这里看啊 发呆 这个坏了 哈哈哈哈 有点坏了啊 ok了 ok了 这个也还可以啊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很坏不到 因为雨水全部被这个木板挡住了啊 水泥没有流出来 外面流出来的水泥也不多 一个小时硬了 对一个小时就硬了啊 好吧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我是小伟 喜欢的顶个关注顶个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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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